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引力波测评 我是雷老虎 大家好 我是农希丽 我们这个是刚到的Ceratone SSS 所以我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下 这一次是100W的 上次我们之前测评是50W的音效 我们来了两台100W的音效 而且特别著名这一台是一个小羊皮工艺的 那种绒毛的 所以摸起来和看上去质感都非常的好 前面的面板呢 用了Vox的网布 就更接近Dombo风格 我们看过后面是四根后极管 然后牛的功率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设置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变 会更加的大 对吧 银色会不会变得更大呢 其他的这些开关跟设置应该都是一样的 但是Ceratone做了一个功率切换嘛 这100W的功率切换就会变成50跟100的一个切换 跟之前的50W呢 50跟25的切换就是一个倍数的增长了 我们一会儿试一下它的音色 我用的琴呢 是一把匈牙利的Fibonier 大家如果熟悉Tone Core的话 应该也很熟悉这把琴哈 我们就不太详细的在这个视频里面介绍这一些 潮州网上的这些旋钮了 因为我们之前住过一起 如果还不太了解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我们之前的视频里面去看 我这个琴比较特别啊 有三个模式呢 有串联的双线圈 并联的双线圈 还有单线圈 那我们足够的视频啊 先是串联的双线圈 就是满功率的双线圈 先用的是琴琴档 大家听一下琴音的音色 好吧 这是一个双线圈 琴琴的一个设置 那我现在调到呢 切单的一个位置 变得比较轻亮 还有一个位置呢 就是并演的双线圈 它介于双跟单之间啊 大家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琴 我们试一下 我就没有 我们试一下小音量的情况嘛 我们在放录音的时候呢 也不会做任何的调整 都是直接麦克风湿音 我自己的感觉啊 在小音量的情况下呢 它的触感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现在其实那个音量非常小 就算你没有做任何的隔音吸音 我相信也是能接受 甚至在晚上 我先用力点弹 还有容量非常大的 是 如果再不记嘛 我们就切换一下 切到50瓦 应该在家里面是可以用的 正常情况下 出来的声音非常立体 有一种我们评设说的脱香感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音量调到我们这里 正常能接受的一个范围 这些高中低频的这些设置都是打在中间 音量调到我们这里 非常好的触感 而且低频也是一直能保持一个 持续的一个输出状态 比较平稳 我们稍微做一下切换嘛 看它在不同的 这个前击和后击的 一个比例的 一个不同音色 那我把这个前击给放下来 OK 但我们没有 这里有个TOP 我们没有开任何的一个 功能的情况下 只有单独这个Dream 这个Gay 这个Gay 工作的时候 我们把响应的调小一点 音量调小一点 音量调小一点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感觉这个音像的音色出来更加的清新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不是value嘛 这个地方是一个增益 所以你把增益开小以后 单开过几会感觉到一个很清新的感觉 另外一种极端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都开到1 把这个开大一些 开到7左右 会感觉比后级开大 前级关小的时候 然后更加的糊一点 对 浓厚 就好像吃了一口奶油 然后我们把它调到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档位 两边都沾一点 因为这个SERINIA TONE设计的混响 是稍微小一点的 所以我们平常都开的大一些 是一个弹簧的混响 有电子管的驱动 你刚才可能不仅一字节好弹了一下 但一个那个力度动态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 这个音响这个反馈速度 还有这个顺态的变化 所以特别的强烈 乐手自己手上的一些动态 会比较清晰和明显的反应到这个音响里面去 我用拨片或者是手指 甚至是拨片的不同角度 我都能感到它有点变化 我现在平着 稍微斜一点 它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并没有做很多夸张的力度变化等等 我只是换了一下我拨片的角度 有些人有一些误解 觉得SS是一台纯轻音的音箱 是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用开大前级 还有这个feet的一个方式 把它那种比较复古的湿震音色给逼出来 那我们叫这种叫做纯纯的前级电子管的过载 它是用这个feet 原来我们在之前视频也介绍过 它会慢慢的慢慢的 把你的这个高频增益给加大 这个在一些压电 使用器和一些高端麦克风的电路里面 也会成见的用到 那我们先来开一下 后级过载可能大家都用不上 但是用一个前级 然后把MASTER关小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比较顺滑的一个影响 后级过载大家可以继续去查一下 就是它后级开大以后 让这个喇叭会非常非常撕裂 一些视频里面那个喇叭都开始起火 特别特别可怕 这有点夸张 对 我们先开一下前面这个 已经感受到了它的那个音色了 而且后它开了这个Fit以后 这两个是互相工作的 就是说任意一个达到零的时候 这影响是不出声音的 不能说不工作 不出声音 然后我们开起来 慢慢的有这个声音出来 声音就变得已经很明显了 那些高频 稍微有一点方波的那种感觉 对出感 那我们把这个音响继续继续的开大 然后我们要记得把这边给调小 Master要调小 对 不然声音会非常非常巨大 还是在轻音的范围 但是更难用 对 它有点要炸开炸开的感觉了 我可以用力一点 我轻轻的弹 它还是轻音的 那我稍微用 我们继续啊 继续 我们再把这个调小一点 一方万一 怕我们耳克风炸了以后 大家听不到这个琴 应该这个音箱 应该什么样的意思 OK 继续 我们先把这个feed给调满 我们刚才 这个gay暂时不动 已经很复古的那种 过载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特别特别的有力 我们再继续 Master调一下 记得两边做一个平衡 对 一定要两个这个好 习惯先跳Master 不然你耳朵 可能你在这么用力的时候 你就受不了了 在这么调的时候 应该不会有这样子吧 但是邻居可能会来敲你的门 我们继续吧 OK 然后我觉得弹这些事情的时候 感觉那个毛边会特别特别 就弄法斯的感觉 对吧 你越用力它那个方波的那个感觉 然后轻一点 虽然我们效果器上也有这种动态的变化 对感应 但是这个特别特别的明显 大家看 我可以从过载弹到十针 有一次看演出 就是Roman 4的一个演出 他也没有用任何的效果器 或者是切换任何东西 就靠手 甚至弹出了一个无限原因的一个范音 让我很惊奇 那时候就是不知道他用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后来研究发现 哦 原来是Dumbo 对 我拿这台箱子的时候 我感觉好像我可以做到 嗯 我们试一下 好吧 我们再把它开大一点点 要不打满吧 OK 好的 打满了 好 这时候Muster 特别特别注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万多 轭 转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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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特别的糊 有点像刷音场那种 我们关掉这个 把它回到正常档位 看到这个红色的 就是前面的Feed 后面有一个Boost 把它打开 它Boost的有点像控制超高频的按键 对 我们把它关了再扭一下 很有侵略性 对 要注意哦 这个地方我是调到零的 它已经开始有那个 对 如果往上调的话 我现在已经不敢用力了 是 因为特别特别的灵敏 对 你把Mazda关小一点 我演示一下 用清 如果试想我们把这个红色的 跟绿色的扭同时打开 同时开的话 会是一样 什么样一个时针的音色 对 感觉已经可以用来刷那种法制的音场了 对 特别厉害 对 原因并不是说有衰减的好 好像一直一直一直往外出 一直往外出 对 你听到了吗 就是那个声音 对 而且它的高频会特别的水晶感 高中低频都合在一起 像窝窝窝这种感觉 我应该听演唱会的时候 就是罗门佛尔的那个声音 用力度很大的情况下 超高频会特别特别的多 如果你在现场演出 用这样一台箱子 你肯定不会被没过的 你刚才调这个马塔的时候 你的混响开大药 你的这个高频均的混响 它会有一个摇摆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视频呢 一个是要跟我们的老朋友道歉 因为他之前订了一台SSS 因为过年的关系嘛 物流的关系 拖了很久 所以我们要录一台这个箱子的试听 我们有两个颜色 这个深一点 然后还有另一台浅一点的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设备做了一些升级 特别是在麦克风上的 还有一个试区 一个方式上 做过了大量的一些研究和调查 甚至买书回来查以后 发现一个稍微入门的一个摆法 应该是什么样子 很抱歉 在17年的视频里面 我们做的一些试听 不是特别的好 也不是找借口啊 其实吉他的轻音录音是非常难的 大家回去试一下 因为我们是做测评嘛 并不是做美化 如果我们想录的很好听 我们调后期就好 我们想尽量的把这个录音间里面 我们听到的声音录给大家听 现在我们感觉已经做到了80分 好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欢迎收看影音录测评 嘿 你好 谢谢节目中一一读到和回答你的弹幕 如果你想与我们直接交流和提出建议 微信公众号 微博搜索引力波音乐 来加入社群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产品 打开淘宝 店铺搜索引力波音乐 再次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